《財資大道》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整個投資環境是怎樣 就是思維集團合夥人兼首席經濟學家洪浩和我們討論 早上洪浩 早上 早上 我記得教授時都和你經過內地的經濟狀況 你說你自己回過內地 目測又不是那麼差的情況 你自己怎麼看目前內地的投資環境經濟狀況是怎樣 你看最近的數據其實都是比較超越 比如說國慶黃金州的出行人數和消費量 都是超過了疫情前2019年的數字 還有銀行的貸款 工業PMI製造業的利潤等等 其實它都是在邊際轉好 尤其是利潤下降的速度 其實它是放緩了 所以其實這些都講明中國經濟在邊際上是轉好 之前人大家過多這樣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房地產 房地產其實是一個長效的資產 所以它從建屋到最後賣出去至少要兩三年 所以有些人用一些很長期的眼光去看中國的經濟和股市的短期變化 肯定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應該在邊際上關注邊際的變化 而在重量的變化 這個匯金出手已經是第一次了 對於銀行反而角度是否真的擔心內房的問題 都牽連到銀行系統 國家最不想見到呢 你是說它去買銀行所以是去救銀行還是怎樣 買行為這個行為 匯金出手雖然不是第一次 但每次出都是大事幹 2008年金融海嘯這些 現在這是什麼警方下它要這樣出手呢 是否預視著它對於內房的問題都先打定 底氣等未來半年說到這麼長了 大家不要太慌張 有沒有這樣的選擇呢 其實我不會這樣去想這個投資 其實你就算是一個主權基金 你的第一個任務也是要賺錢的 除了你去穩定市場之外 你也是要去賺錢的 最近其實你市場無論是人民幣的匯率 利害匯率在7.3左右 它基本上穩定 港股在1,000開始反彈 我們看到戶資其實在3,100左右上升下落 你說它的市場是否很控狂 其實不是的 所以你選擇在這個市場 在這個市場環境出手 你很難說是它為了穩定市場 它才會出手 但是如果你看看銀行業的估值 我舉個例子 不是投資建議 譬如說工行 工行是3.4倍的P 10%的股息率 PB這個市定率大概是0.5左右 這些都是歷史最大水平 所以在這個時候出手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主權基金 管理這個國家的錢 其實你也是有益利目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在這個位置 它是確認了這個銀行業的估值 其實是比較低的水平 另外看回內房方面 較早的時候監管層 都是為了救市 都推出了認房不認貸 也都下調了這個存量的房貸利率等等 這方面其實你自己看回內房方面 現在整體來說算不算是回穩 特別是我們看到路逐逐 還有一些負面消息出來 其實這方面是怎樣看的 不可以認為它是回穩 房屋的銷量是傳統金九銀行 金九就是九月大 季節性很強 銀行十月也是最強的月份 其實一年裏面這兩個月 是消息最好的 但是在十一黃金周 我們見到就是在九月份 樓市新政推出之後 的確是有一波比較好的反彈 但是去到十月又放完了 所以很難說你樓市是期穩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同時見到其他的造成是OK的 所以其實更加多句說明了 就是我們的經濟 無論是經濟工作或者人民的創心 它開始轉移去 除了樓市以外的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 如果你現在見中國的貸款 對於工業的貸款 是一直上升的 對於房地產的貸款 由於大家不拿地 不開新工 所以其實對於房地產行業的貸款 其實它是有下降的 工業貸款剛剛就抵銷了房地產行業的貸款下降 所以有很多 所以你就看這個經濟 你雖然用一個全局的額外去看 就不可以說只是看一兩個行業 過程期間這個銷售比較疲遠 其實也是因為大家走去玩 沒有去買樓 所以有很多重價值 他們這個也是疫情後 首過的十一黃金收的假期 所以很多人都外有 我想問一下鴻浩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 國家今年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最近也有一些行 調升它的經濟增長預測 內地方面去到5% 你自己怎樣看那個數字 我覺得5%沒有什麼原念 當然官方的說法就是5左右 其實我覺得5或者稍微高一點 其實是完全有可能的 尤其是最近我們見到經濟的數字 貸款的數字 還有這個也有一個傳聞 就說要推出新一輪的刺激檢查 1萬億 如果你是1萬億賺下去的話 其實你一帶一分萬億的經濟 就是1% 所以你想想 你5%甚至略高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大概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你自己看經濟增長 獨力來自哪幾方面 以往我們講內地 疫情前的經濟增長是三隻腳 固定資產投資 出口 還有內需方面 其實現在可能疫情之後 都有一個不同的轉變 特別是最近有些調查 摩根士丹尼他們有個研究部都說 超過八成的中國家庭都不願意買樓 都看淡回未來一年樓價房價的情況 那你自己怎樣看 增長來自哪幾方面 或者哪方面的setter會比較好些 其實三駕馬車 其實這個是傳統的 是的 疫情前的傳統 是的 其實房地產就很難再成為支柱 但是我反而認為這個好消息 就不是好消息 房地產我們不再去投入 因為很明顯是過剩的 但是你剛剛說了 製造業的投資在上升 還有製造業的投資是剛剛好去 offset 抵消了房產下降的 第二其實出口我們仍然是有優勢 尤其是這個新能源汽車 和光復電彈 這些行業 還有一些高精的Semiconductor 這個半導體行業 其實我們都是有很大的優勢 所以其實出口可以繼續幫助我們的 這個經濟持續發展 消費我們剛剛也說了 消費其實在房地產回落之後 反而消費是有所上升的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支柱 會繼續支持中國經濟的增長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 這個結構雖然它比以前慢了 因為以前你投房地產 你的經濟就會拉動增長 但是你看到這些屋 你達到一個百分之八的增長 但是你是用一個過度的供應過程去產生 這個百分之八的增長 假如我們現在用這個新的結構達到百分之五的增長 其實雖然不慢了 但是結構反而好 嗯 但是之前就好像這麼說 過度的野蠻生長 那個後果也有的 如果你恆大就作為一個典型例子 去到去街印都被人 要拉要鎖了 引發倉州銀行在內地都說 爆劑題的傳聞 就說他借了錢給恆大 那些少少 好像叫什麼 驚弓之鳥 民眾聽到消息 都馬上很慌張 倉州銀行擺了這些民幣出來拍照 說自己實力雄厚 那些真是一路擔心的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陸續會浮現呢 房地產後遺症 我們剛剛說了 就是一個二五年十年計的一個消化階段 就是你這麼多房間 你很難一年幾個月之內 你就消化了 這個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十年的一個 一個消化的這個時間上去 那但是你看這個週期 會不會都和過往很不同呢 就是房地產可能都有一個週期的升跌 或者是說就算是你的週期向下行 你週期都會有起伏的 是不是 你不是一條直接跌下來 不是好像股價那樣 所以我覺得 譬如說你就算是看恆大 在恆大這個行家人出市之後 其實它的股價反彈了 很有趣 所以其實市場是永遠走在我們前面 所以就算是說你 沒有人說這個房地產可以一夜之工就可以消化 但是問題就是說現在 當我們房地產它的邊際變化沒有繼續變壞的時候 那我們就應該看邊際變好的東西 因為邊際沒有變壞的東西 它不會影響你的股票的定價 而且如果銀行業好像蒼州銀行那樣 其實說實話我就覺得是多餘的 你擺一些 沒有一間銀行是可以定住擠題的 你擺一台去擠題 自公都被你擠題爆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多餘的 反而顯示了它可能是這個心虛 所以我覺得 做多了是吧 可能是 一磚磚那些人民幣裏面是空心的 是啊 你要不相信 什麼都可以這樣說你 真的 這個可能是信心的問題 剛才都說內地的政策方面 其實大家預期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招數會出 有些憧憬著 其實譬如減色鋼準 其實還有沒有彈藥可以做呢 或者預計年底前會不會做呢 其實我覺得減色鋼準仍然有空間 但是它會不會做 我們不知道 我是希望它做 因為現在又沒有通脹又沒有成 那為什麼你不減色呢 還有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財政赤字 在今年經濟需要工作的時候 財政赤字居然是比去年的 這個就是很令人惹驚 那就是說你在經濟最需要支持的時候 反而是縮減了這個財政赤字 那這個是直接造成了中國 無論是今年的經濟和股市 不景氣的最重要的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剛剛我們說了 就是有傳聞的話 就是要推出這個特別國債 做基建等等去 去擴大這個財政赤字 那其實如果這個可以還出來的話 其實很明顯就是 對這個經濟是有幫助的 你自己看過通常壓力 是不是暫時都沒有呢 內地 我認為是 怎麼說呢 因為大家都不用錢 當然 十一黃金手是有人去消費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錢不流動 還有這個由於房地產 低迷 這個信派不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很快 其實你這個通脹壓力 基本上是很難持續的 不是不用錢 是花錢審慎了 審慎了 沒錯 有些政策傾斜的反快 那些人是怨使的 好像新能源汽車那樣 說全年國家賣900萬格 這個真是超級大的一個數字 比起預計高很多 那是不是真的 新能源汽車特別那麼吸引 還是人家百年老店 才可以建立一個汽車品牌 但是國內就真是 叫做百花齊放 那這個現象 是不是真的 中國崛起一個亮麗的招牌呢 現在中國新能源汽車 在這個passenger car裡面 銷售大概每一百架 又大概三十多架是新能源汽車 那所以它的佔比在不停地上升 那很快就一半了 去到一半了 那所以我覺得整體 你一年銷售一千八百萬到兩千萬 那所以現在如果你賣900萬的話 那其實已經去到一半一半了 那所以它的確是上升很快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 新能源汽車它靠競爭的是 這個能源的技術 就是電池和充電的技術 就是儲電和充電的技術 就是儲電和充電的技術 那所以呢 當你這個技術壁壁壘被人打破的時候 那中國的汽車的生產商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那這個行業就進行一個低成本的競爭 就不是說這個品牌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傳統技術壁壘 因為沒有技術壁壘的就是整電池和充電的 兩種技術而已 那所以中國在低成本競爭是非常優勢的 因為中國的這個低成本的技術已經持續了很久 那所以呢 那你就會看到 就是現在我們國內賣的這些車很便宜 好像比亞爹十多萬就可以買到的 那大家駕駛又覺得有多開心 那但是你要記住 你便宜的肯定就 沒有好東西的 希望是又便宜又好的 是但是就很難的這個 那實際上呢 你見到那些新能源汽車 尤其是那些品牌沒有那麼強勁的那些汽車製造商 它那些汽車很快就會出故事 無論是電池或者是汽車的其他方面 譬如說你的電池很快 充電一年之後就會快 充電之後它的續航 比率越來越低 是遠遠低於那個責任的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其實有很多 低成本競爭也會帶來很多問題 嗯 但是對於中國出口 是否又打開一條新血路呢 就是汽車都可以成為出口大閣 日後 現在高端市場以外 還有一些好像手機市場 都是中高端 中高低端的 那現在中國新能源汽車 是否搶佔了低中端的市場呢 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所以已經是變成一個最大的出口國了 所以沒有什麼懸念了 至於手機方面呢 其實華為的芯片踩上突破 但是它可能量產的話 就是供應全球的話 其實也可能是能力有限 還有呢 其實你看看全球範圍內 可能華為這個作為一個品牌 就是它有一個stigma attached 就是有一種stigma attached 主要是因為就是它的尾部的細彩 等等 所以其實你看看其他的低端手機 好像小米啊 小米啊 在海外賣得很好 因為它很便宜 但是華為主要是中國賣得很好 尤其這個May 60這個新的型號 今年出貨量是超過了Apple 就是超過了iPhone的 今年應該來講手機和商機行業 它都應該來到一個換機的高潮 小高潮 無論是整個出貨量 或者是華為的出貨量 其實都是大清預期的 剛剛你提到制裁這些問題 其實中美的關係 特別都會影響著兩國方面的經濟走向 你自己看這方面 尤其是現在以巴的局勢方面又緊張 全球的投資環境的取向又是怎樣 美國方面延續這個反 最近在反彈 其實就算譬如昨晚PPI這麼遠超預期 其實都是無視它繼續反彈 所以這個就很說明問題 就是市場的風險編號開始會亂 所以這個也對於我們香港市場 也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畢竟我們香港市場受到外圍影響比較大 所以如果外圍做好的話 我們香港市場也會受惠 以及回金的消息也應該可以提振市場 因為匯金確認了這個孤值 首先是銀行業的孤值低位 所以我覺得香港做一個金融版價 比較權重 比較大的市場 肯定是更加受益的 好 今早就我們和洪浩談到這裡 謝謝你分析 謝謝大家